阿凡达都上映11年了 怎么3D显示设备还没走进普通人的家里 去年一部中国特供3D版的沙丘 差点让3D电影彻底变臭 人们几乎忘了当年对于阿凡达的追捧 更忘了曾有那么几年 3D幻影设备是最时髦的科技产品 是所有大厂都在追赶的风口 而如今除了因为元宇宙又重新有了热度的VR眼镜 我们很难找到有3D影像功能的科技产品 这里是对一切为之感的好奇的X科技实验室 今天来聊聊3D显示设备的辉煌和落寞 先说说当年3D设备有多火 09年底3D和IMX加持下达阿凡达 在全球引发观影狂潮 2010年世界杯 索尼首次通过3D摄像机拍摄比赛 并提供了3D转播线路 三星、LG、松下等家电巨头 在那一年也陆续发布了3D电视产品 同样在2010年 广电总局直接把发展3D电视技术 列入了125规划中 两年后 中国就开播了首档3D电视实验频道 到2013年 国内3D电视销量达到1872.9万台 渗透率为39.2% 火爆不仅体现在电视上 游戏巨头任天堂2011年 发布的罗眼3D游戏机3DS 当年总共售出1503万台 这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我们都在玩到大货成功的Switch 发售第一年总销量 也只有1486万台 更闲门的设备来自巅峰期的HTC 他们在2011年发布罗眼3D手机 彻底引爆了当年的3D概念 这种用过的人都觉得坑爹的产品 除了HTC LG 亚马逊 惠普等大厂也都推出过 然而似乎在一夜之间 所有面向普通消费者的3D产品都消失了 就像他们从未出现过一样 那感觉仿佛你的名字里的主人公 用尽全力也想不起来 他曾来到过这个世界 这事细想起来有些吊诡 就算3D电影被骂成过街老鼠 也没影响它一直存在 而概念相同的3D电子产品 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几乎是啥也没留下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价格昂贵 缺少偏远等等 但更主要的因素 是其本身的技术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 现在能商用的绝大多数的 3D成像的基本原理 都可以简单理解为 分别像观看者的两只眼睛 传送不一样的图像 从而让人产生看到立体图像的错觉 我们小时候用红蓝眼镜 看3D恐龙画片 就是这种原理的一种简单应用 B站和抖音上那种凑近了 会看出3D效果的视频 也是同理 而电影院放映3D电影的主流方法 则是利用两台放映机 将左右两路不同的画面信息 用不同的偏光特性 投射出来 然后观众 佩戴的3D眼镜 两个偏振镜片 会过滤掉另一台放映机 放映的画面 这事在电影院里 可以架俩放映机解决 可客厅里 电视只有一块屏幕显像 该怎么整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被称为快门式3D 电视屏幕上 会交替播放 左右眼观看的画面 在播放左画面时 左眼镜打开 右眼镜关闭 观众让左眼看到 需要让左眼看到的画面 右眼什么都看不到 在播放右眼画面时 则反过来 就这样 让左右眼分别看到 左右各自的画面 从而实现3D立体效果 这个交替过程 必须要足够快 人眼才能欣赏到 连贯而不闪烁的3D画面 所以快门式3D显示技术 要求屏幕的刷新率 至少达到120Hz 另一种方案 则被称为偏光式3D 它与电影院的3D原理类似 每针图像都会分成 基数行和偶数行两部分 这两部分分别以不同的偏振光 进行投射 再利用3D眼镜 偏振片 生成3D图像 咱先不说在家里戴3D眼镜 是不是显得多少有点大病 就这俩方案本身 各有各的不靠谱 偏光是3D的缺点 显而易见 像电影院3D一样 它会降低画面亮度 不仅如此 它还会将画面分辨率 降低一半 1920x1080的画面 到用户眼里就变成了1920x540的效果 所以索尼 三星等厂商 并没有将偏光式作为主流方案 而更多选择快门式 可它的问题也不少 除了眼镜比较重 容易坏 成本高等缺点 长时间佩戴 还会有明显的疲劳感 我们知道 家里用的日光灯等灯具 有自己的闪烁频率 而它与3D眼镜的闪烁频率 并不相同 这又会加重使用者的不适感 这么说吧 现在有人说 折叠屏技术 没成熟就拿出来割韭菜 其实十年前 3D电视可比折叠屏过分多了 果然 大厂们在割有钱人韭菜时 才能看出 他们的刀到底有多快 除了这两种戴眼镜的3D电视技术 曾经噱头十足的裸眼3D技术 又怎样呢 不谈那种利用视觉错觉 制造3D效果的视觉艺术 大部分实现商用的裸眼3D基础原理 和佩戴3D眼镜是一样的 仍是要让左右眼 两只眼镜 看到不一样的图像 来让大脑产生纵深的感觉 罗眼3D也有两种主要方案 一种被称为光屏仗式技术 它是在屏幕上加一组明暗相间的条纹 也就是所谓的视觉栅栏 来让左右两只眼看到不同的像素 所以一旦移动双眼的位置 就只能看到虫影了 在硬件上 Comer100年的任天堂 在2011年发布的3DS 用的就是这种罗眼3D方案 它的缺点 第一会牺牲画面亮度 但有就是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天光式3D电视类似 可以看出它也会降低图像分辨率 只不过降低的是画面的横向分辨率 另外比较要命的是 观看者其实只能在特定距离 特定角度 才能看到3D图像 这也正是绝大多数3DS用户 会选择关掉3D的原因 另一种方案是柱状透镜技术 原理其实差不多 只是将栅栏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柱状透镜 利用光源折射的角度不同 来让不同的像素进入不同的眼睛 与光屏障式对比 它最大的好处是不会影响画面亮度 但分辨率和只能在特定位置观看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看到这儿 你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罗眼3D 往往只应用在掌机 手机 笔记本 这种个人电子设备上 而很少应用到电视等多人观看的设备中 而一年三月的上海家电展AWE上 我们在索尼展位上体验了他们最新的罗眼3D设备 使用的就是注视透镜技术 它黑科技的地方在于 通过追踪眼球位置来调整图像 可以让用户在各个角度看到3D效果 不过这台设备也只能一个人使用 两人同时凑过去观看时 它的图像会跳来跳去 这台售价3万多人民币的显示器 目标用户群体是3D模型设计师 体验起来的确很酷 但以我愚钝短浅的见识 并没有想到它能大规模应用的场景 而3D产品的问题不仅是技术不成熟 3D概念开始被炒起来时 4K技术也出现了 与3D视频相比 4K视频几乎不需要改变拍摄方法 而且与以前的视频格式兼容性更好 无论是对于创作者 还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都显得更为友好 这也让本就不多的3D视频内容变得更少 并导致3D电视 3D电脑、3D手机等现象设备昙一现 最终被时代所淘汰 以至于后来VR设备技术逐渐成熟后 3D影视资源和游戏资源都十分匮乏 那么3D技术还有未来吗? 首先 影视和游戏只是3D技术应用的一个领域 在工业、医疗、军事领域 3D技术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3D显微镜拍摄的影像可以通过3D眼镜 让医生直接看到立体三维的手术图像 不用一直盯着目镜 极大的方便了手术的操作 另一方面 用户需要3D技术 但并不需要技术不成熟的3D产品 我们知道 每当科技行业有新的风口来临时 大厂们总会蜂拥而至 不管技术成熟与否 先发布一波产品 转一波快钱 今天3D显示设备的风口已经退去 就连拥有3D功能的VR眼镜 也不再将其作为卖点 今天最火爆的概念 已经变成了元宇宙 当各种顶着元宇宙帽子的设备和应用 开始陆续出现时 其底层技术问题 是不是有很好的解决路径 也变得更加关键 否则像3D显示技术上的 亚妙助长和一地鸡毛 很可能会发生在元宇宙产品上 我们相信未来 会有成熟的家用3D产品 也相信会有很酷的元宇宙产品出现 但在此之前 我们更愿意给伟大的发明耐心 而不是被科技公司一次又一次的割酒菜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 关注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